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又是說錢 我這個錢是宏觀的 因為宏觀的經濟搞不好 一定會影響大家在香港、在國內的荷包 為什麼呢?大家要看李克強 剛剛都是這兩天的新聞 尤其出來講很多經濟怎樣努力穩住 你說很正常而已 是吧? 但是你看它裡面講的內容 還有近期國際上面那個經濟的風吹草動 你就看到了 美元獨強 日元人民幣、英鎊、歐元全部跌 是吧? 美元不斷加息 其實都有一些不正常的了 但是它都壓不住那個 美元對其它外幣那個強勢 對呀 美元就是提升 最主要就是壓抑它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 我們不理它的 我說怎麼會影響到中國那個經濟情況呢? 這個我們大家都要關心了 還有從這裡引申到 究竟國內那個政治動態是怎樣呢? 是吧? 好了 我先引述世界銀行 或者國際貨幣基金會 以至這個國際大行 我不具體說誰了 但是可以將它混合在一起的 就是它們大家的那個數字很相近的 世界銀行一個最新的那個研究 就是說中國今年那個經濟增長 GDP大概只是百分之二點幾的 不過三的 百分之二點七、二點八 而這個國際貨幣基金會等等的時候 它說不止 都有高一些 是多少? 百分之三點二 大家比起來說 究竟是高還是低呢? 好,我馬上拿回 國內這個今年年中 是調整過它的經濟預測 是預測今年中國的GDP增長 是百分之四點五 四點五喔 那現在 國內已經自己放消息出來 就是可能這個四點五 這個指標都達不到 中國過去搞出這些數字 是一定達得到的 但是這次呢 是已經事先開定框 可能達不到 降低大家的預期先 好了 再看年初那個預期 年初的預期 是會增長百分之五 至五點六的區間 是吧 那不要再說了 以前是補八的嘛 後來補七嘛 接著是補六嘛 那現在呢 已經是 如果是世界銀行那個的 預測是準的話呢 是百分之二點幾而已 那跟著 五個百分之三點五的 好了 這裏就說明 究竟 現在中國經濟 那個的具體困難在哪裏 那我都說了 即使你幾困難都是 按中國的特點呢 可以搞定的 所謂搞定 他就把所有的壓力 由全民承受 是吧 你見公務員 減薪了 現在不見三分一的 我只是收入 不是基本工資 你還有 你很多那個 收入是靠補貼的 靠獎金的 靠其他的 淋淋滋滋的東西 撐住 你這個總體的收入 是不會被通貨膨脹消了 是吧 那公務員是這樣 那跟著 你有些地方 現在的裁員 是很緊要的 你的大學生 年輕人 失業率是百分之二十 這些都是有具體公開 官方的數據來看的 所以最近李克強 他早前的香港 對不起 廣東 又開了這個 六省會議 是吧 這六省 是佔了中國GDP 支撐 約四成多 是吧 不斷在這裏說 剛剛拿出來的措施 又說五、六大項 但是看上去 就好像很多花椒出來的 但是 萬變不離其中 那就是鞏固中國去駕馭經濟 第一就是把所有的壓力 全民承受 向下壓 第二個 就是靠這個意識形態 就是說 我們要勒緊褲頭帶 都要跟外國鬥過 這個民族主義 一發出來的時候 希望大家 就是站在官方一邊 大家共同捱 但是官方 官員 是不是跟你一起捱呢 就不知道了 是吧 好了 那這個狀態呢 就令人感覺到 好了 我們都不會說 幸災樂禍 我們都不想中國 在這個經濟問題上面 出現有什麼問題 因為如果是這樣 它一定要搶 民間資源的了 是吧 所以國內的大款 就是大財團 已經 大家聽到消息 一個接一個 要奉獻 或者不是奉獻 要捐獻 是你自願的 馬雲 馬化騰 馬化騰最近都有一筆 那筆都挺厲害的 那你 你 你雖然國際化 但是 你的筋是在大陸的 是吧 你 過去發跡的時候 沒有在大陸市場 不行 所以這個是他們的兩難 好了 看看香港 究竟現在香港呢 那個疫情穩定 去到一個 中期 中國 研究的問題了 那所以 香港的疫情或者疫情之後 跟國內的經濟 那個關係又怎樣呢 我今天主要是講 中國的經濟情況 所以 我只不過說一句 因為 那個數據都要慢慢講的 一講數據大家就悶了 我只是講個大小出來 好了 從這點來講呢 李克強為什麼不斷去講 最近有這麼多曝光呢 最近李克強的曝光是多過習近平的 最近而已 那麼習近平呢 那麼習近平呢 是 炮忍了一段時候了 最低限了一個禮拜 忽然間出回來 那麼跟其他六位政治局常委呢 去看展覽 啊 十年的成績 輝煌的等等 那麼這個呢 就一定是要為二十大貼金啦 不過外面呢 就有一個猜測了 你看看李克強現在這麼風光啊 啊 開完這個會 開那個會 跟著呢 又有很多的數據啊 他講 跟著要下很多指令啊 要做這個指據啊 於是 就傳聞就很多了 就包括了什麼呢 李克強 很可能 不做總理 都會做人大委員長啊 那麼跟著現在呢 就傳聞很多了 包括最近有消息 就是二十大裡面呢 七上八落 這個規矩呢 人事任命的規矩呢 仍然會在 不過 是不是跟著那麼足呢 就不是啦 這樣 這個是坊間的一些分析啦 所謂七上八落 就是如果你去到領導層那一級呢 你67歲的 你距離七十歲 這個分野這個界線呢 還有三年 那你到七十歲的時候 你還有兩年 你就超齡啦 那就是有三年合乎 七十歲以下 兩年是超齡的話 所以你七 六十七 你仍然可以上 如果你六十八呢 就不行了 因為你六十八呢 距離六十七歲呢 六十八距離七十歲呢 只有兩年合格 你跟著那三年呢 是超齡的喔 因為通常一屆是五年嘛 那所以七上八落就這樣形成的 那不過 現在又開始發覺 不是喔 七上八落這個這樣的規矩呢 是在五年前 由王岐山來打破的喔 王岐山在五年前 即是十九大的時候來講呢 他剛剛換屆 他那時候多少歲呢 六十九歲呢 六十九 那就是六十九歲 仍然可以做國家副主席 在台上 他不是常委 但是這個位呢 是不是為日後的人開了路啊 是吧 今年呢 習近平是六十九了 那跟著韓正 他又 如果他繼續留在那裡的話呢 那他又會打破這個七上八落的喔 因為現在近期又說 既然七上八落都不是一個硬性規矩了 那韓正可能會做總理喔 那這個就是外面周圍傳的 沒有人能夠證實 是吧 那所以這裡就 令到大家去猜 說李克強最近這麼活躍 又下這麼多指示 是不是他真是當時得令啊 啊 他現在是將這些東西呢 是搞定了 那這樣交給以後的人執行 那跟著他自己做全國人大委員長 那這個是一個講法 那我說我沒有水晶球的 那因為現在你不開會 不到最後那一剎那你都不知道 那所謂猜不猜呢 我覺得沒有價值的了 不過看回中國過去這麼多次的政治 那個的變化 那你說李克強這一個 這樣近於族有這麼多的經濟會議 由他主持又推出這麼多政策 從正面解讀呢 你可以解讀成為 是啊 他真是仍然還有很多能量 下一屆呢 或者他現在做好的交給下一屆來執行 或者下一屆呢 他從人大委員長的角度 啊 然後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政府 國務院的政策 要去人大那裡通過的等等 那他繼續發揮的影響 這個是一個正面的解讀 不過 另外又有一些其他的解讀 而且這些是根據過去中國的政治現實呢 是出現過的 是怎樣呢 就是現在李克強這麼多種的建議 會議又主持 跟著出現這麼多的政策出來 可能 從負面的角度 可能是什麼 是他的政治遺囑來的 這個詞又不是我講的 這個是研究中國的問題 包括他國內 他自己都不抗拒這個名詞 因為為什麼 他引述外面的時候 如果他抗拒 他不會引述這個名詞 他們都 如果這樣解讀 李克強是說好這些東西之後 然後我在任的期間 我覺得這樣 你以後總理是否執行 不關我的事 我講了是這樣的 你執行成怎樣 或者不執行 我已經功成身退了 所以這個 從那個政治流下來 有些人認為政治遺囑 是吧 看看後人執行好不好 這是一個負面的解讀 這是一個負面的解讀 他都是要 起身 離開這個位置 去第二次的 另外一個負面的解讀 是怎樣呢 就是 中國過去曾經試過的 我任由你 天花龍鳳 什麼都講完之後 然後 你還在位的 記住 你是到明年三月才卸任的 那雖然有很短的時間 那很短的時間 你不是現在才講的 你之前你又有 李克強經濟 又有地攤經濟 早前又有六大 就是地方與這個中央那個的經濟 怎樣扶持 要谷這個民營企業 好了 但是真正執行的政策 大家是不是聽他之敵呢 又不是的 好了 現在盡量講 講到到時出現的結果 假如後來的人 或者未來的成績 是體現到他現在政策的英明的話 那就沒事了 但是假如 那個經濟的趨勢 又進一步下滑呢 如果跌到好像 世界銀行那樣估估 約2.7%左右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那到時經濟成為爛灘子 那隻鑊是誰呢 這個呢 是從分析角度 你說集體負責 不是李克強什麼 希望是 但是如果到時那個形勢 政治經濟有時候分不開的 我不是說馬上得出一個結論 它是代罪羔羊 但是過去是曾經試過有這一類東西的 最緊要呢 你就不要出事 你一出事就一沉白踩 就是大家都說 反正有了 替死鬼了 個個都淚下去了 就是踩下去了 按現在的情況來講 我覺得 無論怎樣也好 大家可以看到李克強都做定自己的準備 就是說 我是努力去做這些事情 而大家也不理解 做不做到是集體的 不是某個人的 所以去到這個層面 不上升到一個政治鬥爭的場面 那個層面呢 最低限度對它呢 都有好處 那你說至於以後二十大之後怎樣呢 是沒有人能夠預知的 所以我只不過是說 從那個經濟那個角度呢 來分析 我們不要那麼多政治 因為管不了的 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呢 怎樣按照自己民間的角度 來配合官方政策 所以這些呢 都是要看那個的 未來執行者 包括李克強姓如總理在任的時間裏面 他的做法究竟是怎樣 好了 那這些呢 從宏觀裏面 怎樣影響到微觀的東西呢 那這個呢 就慢慢有機會再跟大家分享了 是吧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見時間 再見 拜拜